记者张勋腾苗栗报道,苗栗地检署专案小组侦办欧洲跨境电信诈欺集团,向中国地区民众诈骗,得售4510万元,除绰号厂长的林姓祖先还积压在克罗埃西亚,另41名涉案者已被押解回台湾,被法院积压进件迄今,苗栗检方今天一组织犯罪方制条例及诈欺罪 咸将41人提起公诉,苗栗地检署指出,全案系绰号厂长之林姓男子自去年11月间分两批集结其中28名成员,先在斯洛维尼亚境内设置机房运作 但该机房失火,为避免惊动当地警方,因而连夜投诉旅馆,去12月中旬再转往克罗埃西亚成立诈骗机房运作 后来又有令13名成员陆续前往抵制会合,共同参与诈骗 苗栗地检署承办检察官刘伟成指挥警证署刑事警察局,苗栗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办此案 涉案人员今年1月间在克罗埃西亚境内遭逮捕 于4、5月分皮驱逐前返回台后,苗栗检方向法院申请鸡押或准 苗栗检方表示,该诈骗集团信誉中国地区被害人涉及电信犯罪,需接受调查 并要求被害人提出账户或将款项会制止定制账户 被害人若称无资历者,换物手甚至提供被害人贷款管道,怂恿被害人向银行借款 该诈骗集团在两个月内获利新台币4510万元 苗栗检方侦办台湾人民涉及在斯洛维尼亚和克罗埃西亚 向中国人民诈骗钱财,以分4T次押解91人返台 有91人在押,近一位孕妇交保,检方5月底首播起诉33人 今天再起诉41人 最后能否理性的行为 解访 解讯 解讯